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Deep Zero 这个框架 那这个 Deep Zero 这个框架实际上是从 这 Oradi 他日本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叫 Deep Learning from Scratch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一系列的书 目前好像一共有四本 这是他的第三册 在这一册里面他主要就介绍 Deep Learning 的方法 那事实上他是在介绍说 我们如何从 Zero 开始 构建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出来 我们平常的时候可能大家也许都看过 TensorFlow 或者是 PyTorch 这样的框架 然后从这个框架里面 我们就可以写出 Deep Learning 的程式出来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不了解说 这些框架到底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 那因为大家不了解的框架是怎么被建立起来 所以大家在写程式的时候 其实常犯一些很基本的错误 就是说因为在写这种 Deep Learning 的程式 跟一般我们在写程式语言 在写一些 website 啊 或者写一些这种 database 的程式啊 其实他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在写这种程式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在建立一个 所谓 Computational Graph 也就是计算图 而不是真的在做一些计算 所以如果没有了解这一点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常常会去做一些 比如说你会把你中间一些变数啊 把它印出来 那大家就可能会看到一些非常奇怪的结果 那或者是大家可能会写一些其实呢 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不会动的程式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在 这种 Deep Learning 框架里面是不被允许的 好 那所以我们介绍这个框架原因 就让大家知道说 大家写这个 Deep Learning 程式到底在做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才比较容易 写出正确程式 那并且碰到问题的时候 才比较容易去了解说 这个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好 那这本 这本 这个书呢 其实有中文的翻译版 所以 可以在 在这个 这个书店里面买到 那如果大家不想买这个书的话 其实我是蛮鼓励大家买这个书的 因为这个书其实 还蛮容易读的 然后它里面 会有更多一些细节 因为在我们这课里面我们不太可能 因为它事实上 一共有分60个步骤间 去创建这一个框架 然后它每一个步骤都只做一点点的事情 所以这样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一个框架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太可能 寻了这个书的这个路径呢 一步一步来做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这学期就 就介绍这个框架大概就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会从这里面挑出一些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去跟大家讲解 那如果大家 事实上在这个 这边下面有网站里面 它其实有它 从第一步到第十步 那这第一步到第十步 其实也是整个框架里面蛮关键的十步 所以其实如果你了解这十步 其实你大概可能已经了解了 可能差不多一半左右的内容了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直接看这个东西 然后再配合 这个我们这投影片里面多余的内容 其实大概就可以理解 那虽然这个60步的东西呢 其实它 我们并并没有线上的版本 但它的程式是有完整的60步的程式 所以其他看完前十步 其实也可以follow自己 从第十一步开始慢慢的就直接就看程式 这个其实也可以得到不少的心得 但是就是说如果能够 去寻书的里面逻辑来看的话 其实更好 所以我蛮鼓励大家去买这本书 来做一个补充的教材 好 那在我们介绍这框架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用DZ这个框架所写出来的程式 是会长的什么样子 首先第一步我们当然是必须要把这些module 把它input进来 然后我们必须把这边所谓的 它有个叫functions的东西 把它input进来 这functions基本上就是 在那个 在这个框架里面的 所有我们可以用的这些 基本的单元 比如说是一个线性层 或是一个compolution的层 或者是一些activation function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function的形式存在 然后它这边我们也用了它的data loader 当然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个data loader 我们才有办法把程式 不是程式 就是资料从那个硬碟里面把它载入 那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到模型里面去做推论 或去做训练 那最后一个呢 事实上是它有写好的一个 multi layer perceptron 的一个模型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程式里面 事实上我们是直接使用这个模型 我们并没有 这真的是自己去定义一个模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长什么样子 首先呢 我们当然会先initio一些变数 我们最多做APAC做20 那意思说我们所有的资料我们都看20遍 那每一次呢 我们从资料里面拿100个资料出来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 你不能太小 太小的话 我们计算出来这个 这个这个梯度呢 就会不准确 那但是如果你太大 你又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选一个蛮Balance的一个数字 这所谓Balance的数字到底多少呢 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 其实比如说跟你的 那个资料量到底有多少 比如说如果你的 那个一个资料里面就只有300个元素的话 那你Bass用100的话 这也会不会太过分 那那那 但有一些有一些呢 在计算上来讲的话 这个这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其实你也用不了太大的Bass Size 比如说如果 将来大家有机会 自己去训练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话 那这个其实 Bass Size 1都已经很难算了 那通常设个2啊 4啊 这可能通常就要根据你 这个GPU的memory到底有多少 来决定这件事情 好 好 那 所以 选择参数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利用这个 这个DZROM里面的Data Set 这个 模组呢 把NIST 也就是我们手 手写辨识的这个 资料集呢 把它载入 那手写辨识的资料集 通常都是 就是 就相对于大家 在学程式语言的时候 Hello World一样 通常我们都是从这个资料集开始 写大家第一个层次 所以 大家如果以前没有写过DNA的程式 现在 要首先开始写的话 这我也很推荐大家用这个资料集 因为它很简单 但是它资料量其实还蛮大咯 资料量其实 还是有上万的 的资料量 但是利用这个资料集 你可以在蛮短的时间里面 就可以训练出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 这个模型出来 那资料集 载入完以后 通常我们还会在载入 利用一个到Data loader 的东西 把资料集实际上的来载入 那在这个Data loader 里面 其实它最重要 就是后面这个Batch Size 这个参数 这意思说什么呢 我今天资料集里面有1万个资料 Batch Size 100 也就是我每一次 去载入资料的时候 我就载入100个进来 而且这个资料集呢 它会帮你做Shuffle 也就是说 当你去载入资料集的时候 它并不是说从 第一个是0到99 第二个是100到199 不是这样子 它会先把它做一个 就把它搅乱了以后 然后再100个100个拿出来 这样的话你每次拿的时候 这个拿到这100个 其实它的 顺序都是乱的 这样才不会让模型学到一些 不必要的东西 当然对下面这边的 这所谓Test Data Loader 它所以它意思说 这资料集是要用做来做测试使用的 那做测试使用 我就没有必要去做Shuffle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当然最重要 我们要 create 一个模型 那在一个典型的 第330程式里面 这个当然 规模型的程式不会这么简单 因为 这个等于就是说 我们已经使用这个框架 帮我们 写好的一个现成的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就 只要输入它几个参数 告诉它说 我这个 我第一层要几个神经元 第二层要几个神经元 第三个是 第三层要几个神经元 那这样我就把这个 这个网路给做好了 一般来讲 事实上我们是要一层一层的自己 去把它架构起来的 那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就先偷懒 我们就用先有个Multilayer Persextron 的方法 把这模型给做出来 好 那接下来有一个东西叫做 Optimizer 这个是最佳化器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就是用来 调整模型里面的参数 让我们这个模型变成是一个 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好像这个MonkeyPicking一样 就是随便乱枪打鸟一样的 的预测法 到最后 这参数调到最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 非常准确的一个模型 我给它一个数字1的图片 它出来就是1 我给它2 出来就是2 这个工作就是由 这个所谓的Optimizer 这个最佳化器来 决定这件事情 那D-D-Row里面 它定义很多最佳化器 那事实上一般的这种D-Learning的 Framework里面 它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最佳化器 那一般来讲 我们自己去写最佳化器的机会 相对也是小的 好 那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事实上就已经万事俱备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所谓训练的回圈了 你看训练回圈 这通常第一行就是 这个 我们看我们要做几个APEX 好 那我们就应该好像4回圈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做到第几回了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意义 这个通常就是到时候要印 这个过程的时候告诉他说 我们现在到底做到第几回了 那接下来这个回圈就 就比较重要了 这个事实上你可以看 我们就使用我们前面 这个做那个loader出来 把资料一个个拿进来 然后 这个 把资料 逐一的位置 model 里面得到结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一些 方法去计算一个叫load function 的东西 我现在讲这些东西基本上 我不会太过度的解释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 每一个东西我们后面 我们都还会再仔细来讲解 所以这边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要写一个这个deep learning 程式的时候 他大概大致上来讲长什么样子 而且以今天来讲 如果是10年前的话不敢讲 因为10年前那个时候 这个deep learning framework 还百家其放的时候 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长得都很不一样 但是再到现在来讲的话 不管你用的是哪一个 framework 他其实长相都蛮像 因为大家都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一面 了解的时候我们要写一定的程式 大概要长什么样子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都会长得很像 所以不管是用tensorflow 不管是用pytorch 只有你的程式 当然语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事实上整个结构是很像的 所以这边我们先计算出一个los function出来 然后接下来这los function要做什么用的 就是我要用做我们最重要的谷叫做 back propagation 也就是los 我会呼叫back wall 这个函数 这back wall这函数里面 事实上就会帮我们把所有每一个 这个参数的梯度通通通算出来 算出来完了以后 就会交给optimizer 那这optimizer 就会利用这些我们算出来的梯度 然后去把它更新这模型里面的参数的值 让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准确 他更新的目标是什么 就让这个los function变小 所以你可以看为什么这模型 这边我要先做个clear gradient 就是我们要把上一回做的 算出来这个梯度 先把它清成0 否则我们在这边再算是梯度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加到上一回的梯度里面去的 那这样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当然有的时候你会 你会想要上一次算出来的梯度 那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你是不会想要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程式就写完了 因为这个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模型已经被更新成一个更好的值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资料一个一个拿出来看 那每次每次我们根据这个资料 说产生los function 去调整参数的值 最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模型 所以这种演算法我们就把它叫做bep propagation 这个叫做bredient descent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先去模型做一次forward path得到的值 然后再利用这个forward path得到的值 我去算反向算它的T2 算完T2以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T2 去最佳化我模型里面的参数 然后我们就是把所有资料看完一次的以后 那我们看几次 比如说我这边APOG是刚才是设多少 看一下20 所以我每个资料在这个大回圈我就会弄20次 那每一个大回去里面我就会把所有的资料全部都看一次 也就是我所有资料会总共看20次 所以这个就完成了我们整个训练的工作了 所以后面当你看看很多的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印一些资料出来 那或者是我做一阵子的以后呢 我去利用我的这个验证资料集呢 我去验证看看我现在模型做的怎么样 那如果我们发现模型已经做的不错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早点把它停下来 不用在那边一直算 在那边浪费电了 好那这样的方法呢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在ZRONE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的准确度是很差的 但你可以看准确度它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好 好所以 那相对我们也看过我们LOD方解也越来越小 好所以这个就大概是一个 是一个Deep learning 的程式的训练的过程 那那 那 所以呢所以呢 所以呢其实你不管今天用的这个模型是什么 你用的算法是什么 它整个训练的过程 这一个组程式呢 不管在哪个程式里面找都是非常像的 基本上来讲我们 不太需要去改这个 程式的一个架构 我们要调整的就是这个 这一个模型 我们每次都要用不同的模型 来做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在下一支影片里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说 那像这个程式里面呢 我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 这要做这个 因为这里面事实上你可以看最重要的 两行程式就是这边 我先做被握的这个propagation 然后接下来我再去做这个 这个参数更新的动作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行 最重要的就是这样 所以下一个影片我们就要介绍说 那这一行我到底是怎么被计算出来的 那也就我们要 其实我们就会稍微先介绍一下这个被 这个这个背景所需要的一些知识 下一次影片可能是最重要的影片 大家一定要仔细观看